港大醫學院為曾經共用針筒等 丙型肝炎高危人士做快速篩檢 超過八成參與者確診 篩檢時間比傳統方法縮短三分二 許滬鴻說下 林先生十幾年前因為服用過量藥物 在街上暈躲 送院檢查後證實感染丙型肝炎 有些很錯誤的觀念 覺得這些是很小事 或者覺得這些可能是普通發炎 直到有一位牧師都是一個過來人 他肝癌離開了世界的時候 我就開始提高了意識 但我當時仍然在吸毒 仍未去處理 到院舍大約兩年前 牧師宣佈有這個計劃 其實我是一直很想去處理 因為我覺得好像一個計時炸彈 林先生於是透過港大醫學院的 丙江西檢計劃接受治療 截至2月計劃已經為140人做快速測試 超過80人確診 當中超過90人經治療後康復 一般情況下完成評估去到接受治療 需時近半年 但計劃就可以縮短去到56日 超過90人用了新藥之後康復 療程只需要8至12個星期 負作用亦較輕微 全港大約有22,000人患有病肝 可以透過共用針筒、性接觸等途徑傳播 由於沒有明顯的病徵 容易被忽略 如果不接受治療去清除這個病毒 至少有三成人會演變肝癌和肝癌的情況出現 所以你知道肝癌和肝癌是一個最後的後遺症 會影響肝功能、癌病會影響肝 亦會有機會引致死亡 團隊期望在今年年代之前 為480名高危人士做篩檢 呼籲高危人士要盡快做檢測和治療 有線電視記者許滬紅報導